上门龙序,叶公子,第3001章拜叶臣所赐,某个瞬间,吴飞燕想虚空一展,把这个士兵的脑袋砍下来,然后一路冲杀出去,直取柏林顿,可是,励志很快又让他冷静了下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几乎不可能绕开对方的检查,杀出一条血路固然可以, 但下一秒很可能十几架武装直升机就会咬住自己不放,到时候自己只能一路逃命,哪还有机会咬四方宝庄,这时天空中又传来一阵轰鸣,一架贝尔的大型民用直升机,正从上空缓缓落下,停在了吴飞燕后方的停机位上,机舱外的几名士兵立刻做好了分工,留下一人守在吴飞燕乘坐的, 这架直升机旁,其他人则到下一个停机坪,用和吴飞燕一样的流程,将那架直升机封锁起来,机舱外留守的士兵,此时用肩部的对讲机说道,我们这里需要增派一些人手,现在这里的运转速度太慢了,平均检查一架直升机的时间,会新进来三架直升机, 对讲机内回复道,第三中队,四架支奴干和四架阿帕奇,已经赶来纽约支援了,预计二十分钟后抵达,马萨诸塞州国民警卫队,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有需要的话,随时过来支援,你们边运转速度,慢一些也不要紧, 让那些人在直升机里,老老实实的等着救世,他们等多久无所谓,只要他们在接受检查之前,别出来,别逃走,那士兵有些诧异的争了争,随即才问道,纽约州国民警卫队都不够用了吗? 还要从马萨诸塞州支援,对讲机回复道,几十分钟前收到可靠线报,有人试图窃取国防机密离境,目前正在逼迫对方返航,国土安全局分析,一旦飞机被迫返回美国,对方很可能会组织人手武装抢夺,所以现在要调集大量增援,确保万无一失, 说着,对方又补了一句,这次的动静确实很大,你们也都克服一下,另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技术团队,已经开始着手训练人工智能来负责检测了,训练好之后,效率就能大大提升,士兵无奈,只能说道,希望他们动作快一点,两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被吴飞燕听入耳中,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早知道,这该死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封锁了纽约,那自己就不让人把事情描述得这么严重了,现在自己一时半会出不去纽约,对方又不断加强防守,到时就算有一千名死士,怕是也不够国民警卫队塞牙缝的,想到这里,他决定是一时自己能不能先离开这里, 纽约的直升机虽然飞不出去,但不代表外面的直升机也会受这个限制,只要自己能出去,那自己就让左军都督府的大都督乌永镇,提前安排其他地方的直升机到纽约外围等候,自己用最快的速度离开纽约的封锁圈, 然后再坐直升机前往目的地,打定主意,吴飞燕立刻用灵器将直升机飞行员,以及外面那名留守士兵都被自己控制起来,随即便隔着窗户问外面的士兵, 你有没有办法,现在就让我离开这里,士兵摇了摇头,我们的负责人有明确规定,对抵达这里进行检查的直升机和个人,要进行非常严格的检查, 而且至少有三名负责检查的士兵同时确认无误,直升机和乘客才能离开, 吴飞燕咬牙道,如果我让你们负责检查的士兵给我放行,我能离开吗?不能,士兵道, 这里不只是我们在负责,还有NYPD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下,他们要求必须按照顺序进行检查, 轮到哪一架直升机接受检查,他们就会派出代表和我们的十几名士兵一起带着专业的设备, 包围这架直升机,对直升机和乘客进行细致检查,吴飞燕没想到情况比自己想象中还要麻烦, 便忍不住问,那能不能先检查我这架直升机,检查完了让我先走, 那士兵毫不犹豫地摇头说道,不可以,因为有规定,任何人严禁插队, 必须按照降落先后顺序进行检查,而且顺序有三方一起监督, 其他排队的直升机也会监督,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任何形式插队, 吴飞燕气恼地质问,我能不能悄悄从这里溜走, 士兵摇头道,检查到哪一架直升机,机上的人员才能打开机舱门, 离开机舱接受搜身检查,其他直升机里的人没排到的, 连窗户都不能开,更不用说走下直升机了, 吴飞燕又问,如果你不说呢,士兵再次摇头, 我不说也没用,其他人看到也会阻拦, 吴飞燕再问,如果其他人看到也不说呢, 此时吴飞燕想的是,大不了自己就多控制一些人, 只要能掩护自己,一路离开这里就行, 士兵道,那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他们的人遍布各处,而且附近几栋高楼里也有他们的人手, 具体分布在呢,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而且他们的人一刻不停地监控这里, 每一架直升机的一举一动,如果还没检查到你, 你却推门离开,在你推开门的那一刻, 他们就会锁定你,到时候明里暗里, 至少有一百人会盯紧你的一举一动, 说着,士兵又道,其实昨天之前, 应该都还有悄悄溜出去的可能, 但罗斯柴尔德家族今天早上刚用上了他们在硅谷投资的 人工智能技术,用人工智能来进行AI监控, 他们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对每一架落地的直升机 进行主动式的智能监控, 说直接一点,你的直升机在落地的那一刻, 就已经被AI自动锁定了, 而且AI可以在几毫秒时间内, 自动描出了这架直升机的主体轮廓并进行锁定, 一旦这架直升机的主体轮廓发生任何变化, AI就会立刻同时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以及NYPD和我们这三方报警, 只要你现在放下窗户,把一根手指头从窗户缝里伸出来, AI都会判定为目标主体轮廓发生了变化, 然后立刻出发报警, 更不用说人从里面出来了, 吴飞燕听得脑袋发猛, 咬牙问道, 这种系统难道就没有什么破解的办法吗? 如果我能让所有等待检查的人都从直升机里跑下来呢, 那是不是就能扰乱他们的判断了? 士兵摇头道, 我们收到的命令是, 一旦有人不遵守命令从直升机里出来, 我们就会开枪, 事关国土安全, 我们有权在第一时间先开枪, 所以这些人如果真打开舱门跑下来, 可能脚还没落的就已经重大了, 吴飞燕心里堵得难受, 按对方这个说法, 如果自己用心理暗示的方式, 让这些人跳下直升机来给自己做掩护, 那这帮人会在瞬间被士兵制服, 根本起不到掩护自己的作用, 想到这, 他又问, 如果我只让他们打开窗户伸出手来干扰人工智能的判断呢? 那样的话能掩护我离开吗? 士兵再次摇头, 人工智能是有优先级的, 如果十几个目标全都报警, 他会自动同时分析十几个目标的变化情况, 如果十几个报警的目标里, 只有一个目标里有人走了出来, 那他会认为处理这个目标的优先级最高, 然后优先引导所有人攻击这个目标, 吴飞燕快崩溃了, 咬牙骂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脑子有什么大病, 不过是找个东西而已, 用得着搞出这么多高科技来吗? 士兵道, 我们也不理解, 他们是昨天半夜, 才紧急从硅谷调的人过来的, 据说对方来自十下最火AI企业, 而且是所有顶级工程师, 团队全来了, 一大帮人来了之后, 就立刻开始基于现有的监控设备, 来训练他们自研的AI模型, 搞了几个小时, 今天早上就直接投入使用了, 吴飞燕也知道现如今, 科技发展速度很快, 破清会自己也有自己的软件开发团队, 但是他的印象里, 软件研发和应用是很漫长的事情, 研发、测试、上线、完善, 至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才合理, 这一个晚上就直接投入使用的, 他还是闻所未闻, 于是他便问道, 这么仓促上线的东西, 确定有用吗? 士兵道, 何止有用? 简直好用盗报, 这东西的准确率就是100%, 而且AI模型是他们开发很多年的产品, 这个模型的算力全球同类第一, 知识库储备已经更新到了上个月, 他们依托AI模型强大的算力和知识储备, 训练AI来适配那些已经成熟的监控硬件, 速度自然快到超乎想象, 说直白一些并不是他们连夜研发了一套全新的监控系统, 而是他们用一晚上的时间告诉AI该如何使用这些监控设备, 来达到最好的监控效果, 这就等于监控设备里的高速4K摄像机只需要负责对着这里每秒拍摄1000张照片, 然后AI利用超强的算力, 用几乎同步的速度, 对着每秒钟产生的1000张照片进行智能分析, 把1000张照片里的每一架目标直升机都锁定起来, 进行相互比对, 来判断这些直升机有没有任何变化, 以此来判断有没有问题, 如有有问题, 就从这每秒钟1000张照片里, 找出那个目标并且实时锁定, 每秒钟1000真的速度, 连子弹出堂都能拍得一清二楚, 就更别说人了, 鬼来了都跑不掉, 吴飞燕难难道, 这几年科技发展得这么快了吗, 士兵点点头, 这个AI模型上线还不足两年, 吴飞燕听完几乎吐血, 他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动用AI来参与监控, 就是因为在周家那次吃了亏, 一大帮人盯着周家别墅, 却愣是没搞明白到底是谁混进去了, 所以才连夜调动AI团队过来, 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 应用在了现有的监控硬件之中, 等于硬件虽然没变, 但软件一下子拥有了超强算力的人工智能, 不过, 吴飞燕倒是与叶辰想到了一起, 他觉得再强的设备, 终归是设备是要用电来驱动的, 要是没了电, 不就等于一堆废铁吗? 有的卫星上了天, 连地上的火柴盒都能拍清楚, 可要是把他的电池拆了, 他还能干什么? 就像手里的智能手机, 就算装了一万个APP, 没电的时候也只能当块板砖, 想到这里, 他立刻追问, 如果我断了这周围的电力供应呢? 他们的设备是不是就全瘫痪了? 没用, 士兵脱口道, 跟刚才那个一样, 昨晚之前还有戏, 今天就没戏了, 吴飞燕追问, 为什么? 士兵回答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知道昨晚抽什么疯, 连夜给在这附近的每一个监控点都配备了大型应急电源, 断电后应急电源可以无缝切换, 确保设备不断电, 而且电池容量配置高, 至少能满足该监控点所有设备, 12小时的正常运行, 说着, 士兵又道, 噢对了, 他们今天早上又调过来至少十几台柴油发电机, 据说还有发电车, 一旦断电, 他们可以一边用蓄电池供电, 一边启动柴油发电机给蓄电池充电, 一边给发电机加油, 反正就是怎么都不会让设备停止运转就是了, 而且我刚才没说明白, 每秒钟拍摄一千张照片的高速摄像机, 他们在周边至少安排了几十台, 而且都是独立的供电系统,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他们一秒钟会拍摄和处理几万张高清照片, 就算真有几台设备停止运转, 对整体来说也没什么影响, 说到这里, 士兵一脸感叹地说道, 人工智能这个东西是真的厉害, 据说国防部今天早晨都被他们这个模型给惊到了, 打算把全球鹰无人机拿出来提供给他们做测试, 看看以后能不能让可以制空四十个小时的全球鹰在天上对着目标区域不停地拍照, 然后他们的AI模型在云端不停地处理, 这条路要是走通了, 以后就算是一条狗钻进阿富汗山区, AI也能把它找出来, 吴飞燕听到这里, 只感觉眼前好像有无数个超大的问号在围着自己转着圈的飞, 整个人完全被绕得眼花缭乱, 眼貌金星, 他不懂AI, 但听士兵说完这些, 只觉得这东西有点过于可怕, 修道者修的是人类的极限, 可就算他再怎么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眼睛也不可能一秒钟不获上千次视觉信息, 而脑子更不可能一秒钟分析上千张高情图像, 可是这对AI来说, 竟然只要一个晚上的训练就做到了, 也是这一刻, 他心里才真正明白, 为什么自己活了四百年, 而破清会长老伯爵活了一百多年, 可这个世界依旧掌握在那些人均寿命, 不过七八十岁的普通人手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亘古不变的真理, 活了四百年, 练就了一身本领有什么用, 在这一刻还不是让科学技术锁得死死的, 这像极了三体理, 面对质子封锁的那些绝望的物理学家, 学了一辈子物理有什么用, 高级文明的质子来了, 还不是给你封锁的死死的, 吴飞燕不知道自己现如今这个局面, 完全是拜叶晨所赐, 他在感慨之余, 心里也一万个想不明白, 我吴飞燕的运势到底是能有多差, 只是来寻四方宝状而已, 为什么感觉美国正在以举国之力来针对我,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3002章必有大用, 自从悟到以来, 吴飞燕从未像今天这般怀疑自己, 周围的一切都仿佛一道道枷锁, 将他牢牢困在这里, 让他完全没有任何办法挣脱, 敢怒而不敢爆发的心情, 更让他如梗在喉, 如此在心, 苦不堪言, 而时间还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而陈志民租赁的那架飞机, 正在朝着每架边境快速飞行, 距离目标机场已经越来越近, 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 吴飞燕前面等待检查的直升机, 还有9架之多, 按照这个速度, 至少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轮到他, 再算上检查所需的时间, 等他检查完得到起飞许可的时候, 那架飞机也该降落了, 于是眼下摆在吴飞燕面前的, 是一道二选一的题目, 要么让外围赶过去的破清会成员强攻机场, 看看能不能抢到四方宝状, 但如果自己不在, 单凭那些斥候, 结果或怕是九死一生, 要么就只能先等飞机降落, 看看美国军方能不能找到四方宝状, 如果能, 就等着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抢回来, 不过这个选择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次把AI和监控结合到了一起, 安防能力大大提升, 如果他们拿到四方宝状, 自己想抢回来, 怕是也没那么容易, 就在乌飞燕一时间不知该如何选择的时候, 孙之洞已经带着四方宝状, 悄悄降落在了燕京郊外的军用机场, 为了迎接四方宝状回国, 这里已经彻底戒严, 大量武装人员以及顶尖高手全部在此守候, 还有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侦测设备, 确保这里的万无一失, 官方知道了四方宝状的来历和背景, 知道他在外漂泊两百年, 终于要回到祖国, 对此自是极其重视, 飞机在机库内停稳, 孙之洞双手捧着四方宝状从飞机上走下, 顶尖的考古专家也已经在此等候, 要对四方宝状进行全面检测和评估, 几名特殊的摄影师也已经在此待命多时, 他们要对四方宝状回国的全过程进行不间断记录, 待交接完成之后, 官方也将使用他们拍摄的素材, 正式对外宣布四方宝状回国的消息, 此次交接的官方负责人亲自来到飞机悬梯下方迎接, 对孙之洞说道, 孙老,这次国宝回归,实在是辛苦您了, 孙之洞表情严肃地说道, 不辛苦,能护送国宝归国, 是我作为华夏儿女应尽的义务, 也是我个人无上的荣耀, 负责人轻轻点了点头, 指着身边几位专家说道, 孙老,这些都是国内最好的考古学家, 从现在开始, 我将和他们一起全程参与国宝交接的每一个环节, 确保中间不出任何纰漏, 还请您与我一同监督, 孙之洞点头道, 没问题, 我会和你们一起完成所有流程, 好, 负责人应了一声, 便双手从孙之洞手里, 将四方宝状接过, 然后又亲手交到专家组的组长手中, 随后, 专家组便开始用准备好的设备, 对四方宝状进行现场检测, 孙之洞有些关心地问道, 我想替这次匿名护送国宝归国的爱国人士问一下, 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对外宣布四方宝状回国的消息, 负责人道, 只要确认四方宝状确实产自唐代, 基本就可以确定是正品无疑, 届时我们将第一时间将素材发给电视台, 由他们以插播紧急新闻的方式对外公布, 好, 孙之洞点了点头, 那我就放心了, 数分钟后, 加拿大首都沃泰华, 叶晨与海伦娜聊了许多, 时间也已经到了上午, 他不时关注自己的手机, 期待着能够收到四方宝状回国的新闻推送, 不过新闻还没收到, 先接到了林婉儿打来的电话, 叶晨便对海伦娜说道, 我先接个电话, 海伦娜微微点头, 柔声道, 叶先生先忙, 我去给您泡一壶茶来, 说吧, 他便起身离开了房间, 叶晨接通电话, 好奇地笑着问道, 林小姐, 这么早打电话有何指教, 林婉儿扑斥一笑, 娇声说道, 公子, 奴家这边现在已经晚上了, 叶晨笑道, 倒是忘了时差的事儿, 林婉儿玩耳笑道, 公子, 奴家有件事要跟公子同步一下, 不知公子是否方便, 叶晨道, 方便, 林小姐请说吧, 林婉儿道, 奴家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正在用特别大的阵仗, 勒令一架飞机掉头返回美国, 而且那架飞机还是陈至民租赁的, 现在飞机已经开始返航, 这件事应该出自公子之手吧, 叶晨惊讶地问道, 林小姐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我只知道那架飞机飞走了, 还不知它已经被勒令返航了, 林婉儿羞答答地说道, 公子羞要小看了奴家, 奴家多少也是有些人脉的, 是是是, 叶晨忙不迭道, 林小姐在全世界深耕这么多年, 人脉强势自然的, 林婉儿笑道, 奴家打电话来不是要跟公子显摆, 是老孙刚才告诉奴家, 燕晶那边已经开始对四方宝状进行检测, 很快就会出结果, 结果一出, 恐怕美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吴飞燕, 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叶晨道, 那我估计吴飞燕肯定会非常生气, 这次美国等于又白来了, 林婉儿嬉戏一笑, 公子说的没错, 这次吴飞燕肯定会备受打击, 不过奴家这次给公子打电话, 是想提醒公子一下, 奴家收到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消息, 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公子教育过之后, 连夜把美国现如今最火的人工智能模型 和高精监控设备结合了起来, 意外收获了一套非常强大的AI监控系统, 以后公子在美国如果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打交道, 可千万要多加小心, 叶晨好奇地问道, 是什么样的AI监控系统, 林婉儿便在电话中, 将那套监控系统的情况跟叶晨做了详细介绍, 叶晨听得心惊, 他之前也知道那个AI模型, 但是没想到这模型的用处竟然这么大, 更重要的是这东西学习能力太快, 一个晚上就能按照需求训练出来, 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林婉儿又道, 这套AI模型已经越来越强了, 学习和分析只是它的初级功能, 它的进阶功能是图片和视频的自主生成, 如果它的进阶功能日趋成熟, 整体算力也不断增强, 奴家觉得只要给他一个剧本, 然后告诉他想让谁来演哪个角色, 他就能用超强的算力自动生成一甲乱针的图像, 普通的电影一分钟二十四针, 一部电影两个小时, 一共只需要十七万针, 只要它的算力支撑它生成十七万针图像, 然后再把这些图像以每秒二十四针的速度播放, 一部不需要任何人实际拍摄的电影就拍出来了, 叶晨感叹, 这种技术确实很强, 我以前还从来没关注过, 说吧, 叶晨又问, 这种技术现在有几家公司拥有, 林婉儿道, 很多公司都声称自己已经开发出了完善的AI模型, 但真正成熟的, 并且一技绝尘的, 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控股的那一家, 说着, 林婉儿又道, 奴家打电话来, 就是想跟公子说这件事, 奴家觉得, 这东西将来的用途一定会非常广泛, 而且在许多领域都会有革命性的颠覆, 他或许赚不到非常多的钱, 但一定能在关键地方发挥关键作用, 公子此番若是有机会拿捏住罗斯柴尔德家族, 不妨试着将这家企业从他们手里邀过来, 亦或者让他们为公子秘密搭建一套这样的模型,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3003章, 你得好好谢谢我, 叶晨此前从未了解过AI模型, 但是听临网而介绍一番, 心中已然有些心动, AI的强大之处, 在于它不但具备了一定基础的智能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更重要的是, 它依托强大的计算机以及超强的计算能力存储, 同时拥有了海量的知识库和强大的算力, 没有AI之前, 如果想让计算机帮你计算一颗彗星的飞行轨迹, 需要你自己先知道飞行轨迹的计算方式, 然后再用计算机能看懂的计算机语言, 编写一套教会计算机如何计算彗星飞行轨迹的软件, 然后再依托超级计算机来运行这个软件, 再把这颗彗星所有的相关数据输入进去, 超级计算机才能够完成运算, 但是AI模型通过不断学习和更新人类的知识库, 早就已经学会了如何计算彗星飞行轨迹, 它甚至还会计算排击炮轨迹, 弹道导弹轨迹, 洲际导弹轨迹, 甚至区区羽毛球的飞行轨迹, 所以你不需要专门用计算机能看懂的语言, 一点点教会它怎么算, 你只需要告诉它, 我想知道这颗彗星的飞行轨迹, 只要它的知识库里有这颗彗星的数据, 它自己就会把结果告诉你, 简单直接, 叶晨没想到, 现如今最好的AI模型, 竟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 被林婉儿这么一提醒, 他确实有些动心, 虽说这算得上是互联网领域最尖端的技术之一, 但是自己只要能拿捏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需求, 就一定能从他们手里买过来, 于是叶晨笑着对林婉儿说道, 谢谢林小姐提醒, 等四方宝状回国的消息公布之后, 我等着看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爷子会不会大受打击, 到时候让海伦娜帮我推销一颗散血旧新单给他, 实在不行就换一颗回春单, 到时候肯定能把这套AI模型拿过来, 说着, 叶晨又道, 要是能拿过来, 就让海伦娜帮忙在北欧搞一个科公司, 把AI的服务器搭建在北欧, 一方面可以避开美国的禁售令, 再一方面还能避开美国的暗中监管, 林婉儿笑道, 说起四方宝状, 奴家还没来得及告诉公子, 老孙刚刚给奴家打来电话, 说燕京那边的鉴定流程已经走完了, 相关素材也已经发给了电视台, 估计再有个二十分钟左右就能播出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投入这么大精力为毒, 还以为四方宝状肯定在纽约, 等新闻一出来, 估计他们和吴飞燕都要崩溃的, 叶晨道, 现在还不知道吴飞燕目前的情况, 不过他现在肯定也理不清头绪, 一个是理不清陈志民是死是活, 再一个也理不清陈志民包的那架飞机究竟什么情况, 更理不清四方宝状到底在什么地方, 临网而道, 奴家觉得吴飞燕现在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先弄清楚那架飞机的情况, 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之所以大阵仗把那架飞机弄回美国, 是因为街道可靠线报说飞机上可能存在国防机密, 这肯定是吴飞燕受益的, 证明他最着急核实一下这架飞机的情况, 叶晨问他, 飞机返航要降落在哪里, 临网而道, 指定在靠近每家边境的小型机场降落, 距离纽约大概400公里, 400公里, 叶晨嘴里重复一句, 又看了看时间, 开口道, 要是这样的话, 那估计吴飞燕想在飞机降落之前赶过去, 就必须坐直升机了, 是, 临网而道, 除了直升机, 其他的方式都赶不过去, 叶晨笑道, 那直升机他也过不去, 单单是排队检查, 就够他喝一壶的, 说着, 他又道, 估计等新闻发布了, 他都还没出纽约, 临网而问, 公子, 那要不要晚些再发布新闻, 先让吴飞燕费尽千辛万苦地赶过去, 然后再让他切实感受一下, 什么叫竹篮打水一场空, 叶晨感叹道, 我当然想了, 只是不知道时间是否能刚好合适, 飞机要是到得早了, 吴飞燕还没飞到地方, 那边就确定没任何异常了呢, 临网而笑道, 飞机再过一个多小时能降落, 不过国土安全局既然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就肯定要对飞机进行彻底的检查, 才能完全排除一场, 我看了一下, 陈指民租赁的是一架弯流G650, 虽然不是很大, 但也超过30米长了, 一点点的排查, 没几个小时根本不可能查得过来, 如果算上这个时间, 肯定够吴飞燕从纽约飞过去的, 说着, 临网而又道, 如果有什么办法, 能让吴飞燕跟国土安全局产生冲突, 那就更好了, 叶晨笑道, 吴飞燕的实力远在我之上, 如果他真的潜入机场附近, 那他在出手之前, 一定会先用灵气确认四方宝状就在那架飞机上, 否则他肯定不会贸然出手, 这倒是, 临网而笑着说道, 还是公子考虑的全面一些, 不过能折腾他多跑400公里, 肯定也能让他的心态崩得更彻底一些, 这倒是, 叶晨笑道, 我先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史蒂夫, 要一下目前正在接受检查的直升机影像资料, 看看吴飞燕在不在其中, 要是再就好办了, 他什么时候被放行, 我就能了如指掌, 到时候再算上他一路飞过去的时间, 差不多就能掌握好新闻发布的最佳时机, 临网而欣喜道, 那太好了, 由公子来把控这个时机, 奴家就在金陵等公子的消息, 一旦公子说可以, 奴家就告诉老孙, 最迟一两分钟之内, 新闻就能发出去, 说着, 临网而开心不已的说道, 一想到吴飞燕马上就要崩溃, 奴家就好开心啊, 叶晨笑道, 你放心, 等他知道四方宝状已经回了华夏, 意识到陈志民和钟永伯大概率已经死了, 他心里肯定会怀疑人生的, 估计他这辈子也没有这么憋屈的时候, 林婉儿笑脸如花地说道, 吴飞燕追了奴家这么多年, 让奴家憋屈了这么多年, 终于也轮到他尝一尝憋屈的滋味了, 说着, 他又道, 公子, 那奴家就在这里安心等公子的消息了, 好, 叶晨爽快地答应下来, 挂了电话之后, 立刻离开海伦纳的房间, 去了史蒂夫与周良运所在的房间, 史蒂夫此时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 他盘算着四方宝状离开美国的时间, 感觉四方宝状早就应该到华夏了, 不知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动静, 他还盼着消息从华夏传回来之后, 自家的噩耗就从纽约传过来, 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动静, 史蒂夫心里也难免着急上火, 刚好叶晨敲门进来, 他便迫不及待地上前问道, 叶先生, 四方宝状回到华夏了吗? 怎么新闻还没出来? 叶晨笑道, 别着急吗? 东西虽然到了华夏, 但还得官方组织专家鉴定好了才可以, 毕竟是要对外公布的大事,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才行, 再者说了, 东西虽然回去了, 但素材还是要进行简单处理的, 电视台插播新闻也要剪辑, 编排, 做完后期并且检查无误之后, 才会播出, 这些都需要时间, 史蒂夫连忙点了点头, 说道, 您说得对, 这些确实都需要时间, 不过您觉得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确切的消息? 叶晨想了想, 我估摸着, 再有两三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好的, 史蒂夫看了看时间, 下意识到两三个小时还好, 也不算太久, 叶晨这时候开口问他, 对了, 史蒂夫, 你能不能帮我要一下, 今天你们直升机检查现场的相关影像资料? 史蒂夫点点头, 没问题, 直升机检查点那边, 好像是我四弟一家在负责, 我联系他们要一下, 叶晨问他, 你四弟很懂互联网吗? 史蒂夫道, 他懂个屁, 他儿子懂得多一些, 说着, 他忽然想到什么, 连忙道, 对了, 他儿子是您母亲的学弟, 当年也模仿您母亲, 在硅谷投了不少公司, 不过好像没有投出特别厉害的企业, 叶晨道, 他应该投了一家研发AI的企业, 你听说过吗? 没有, 史蒂夫摇摇头, 随口道, 我对互联网这些概念没什么兴趣, 前段时间马克搞了一个什么元宇宙, 兴冲冲地跑来跟我们介绍了半天, 感觉连小孩子玩的电子游戏都不如, 后来有人跟我说过什么AI, 我根本连了解都懒得了解, 叶晨微微一笑, 就是你懒得了解的AI, 差点就把你继承人的位子夺走了, 他们现在把AI和监控系统融合起来, 正在帮助筛查所有需要接受检查的直升机,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尝试, 为他们的AI应用打开了新思路, 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把AI和更多的传统领域结合起来, 发挥出更大的功效, 说到这里, 叶晨看着史蒂夫, 非常严肃地说道, 史蒂夫, 你得好好谢谢我, 要不是我冒着巨大的威胁, 把四方宝状送出了纽约, 送回了华夏, 那最后找到他的, 肯定不是你, 而是你四弟的儿子, 到那个时候, 你就再也成不了家族继承人, 只能成为继承人, 他大爷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3004章, 可以播出了, 史蒂夫见叶晨说的一本正经, 心里震惊之余, 也不敢有丝毫怀疑, 他前段时间却是听说, 四弟儿子投资的AI企业有了巨大突破, 一跃成为互联网行业新兴, 不过他倒是没有太放在心上, 毕竟, 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多的是金融和能源产业, 互联网炮莫大, 盈利难, 一直都不太对他们的胃口, 但是他真没想到, AI这个东西, 适配性竟然这么强, 一转眼, 竟然在寻找四方宝状的过程中, 发挥出了亮眼的能力, 这么看来, 如果四方宝状还在纽约, 那AI参与把他找出来的可能性自然更大, 想到这里, 他心中也不禁松了口气, 心想, 还是得吃里扒外啊, 只有吃里扒外, 才能保证盘子里的东西不被人抢走, 这要不是自己跟叶晨暗中合作, 卖家求荣, 万一四方宝状真落入家里其他人之手, 自己岂不是彻底完蛋, 一念至此, 他忍不住握着叶晨的手, 感激又庆幸地说道, 叶先生, 幸亏有您啊, 叶晨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跟我合作, 终归是没错的吧, 不但扼杀了一切风险, 甚至还有可能给你早日继承家族提供助力, 那是, 史蒂夫不假思索地重重点头, 随后对叶晨说道, 叶先生说四方宝状已经到了华夏, 那我就放一万个心了, 只等新闻出来, 到时候我父亲必然会第一时间召唤我回去, 希望一切能如叶先生, 您所说的那样发展, 叶晨微微一笑, 玄机说道, 对了,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我需要你出面, 向你四弟索要所有接受检查的直升机相关影像资料, 越快越好, 史蒂夫想不通, 叶晨都已经把四方宝状弄回华夏了, 周彼得也已经被安全带到加拿大, 他自己也没有困在纽约, 完全是彻底脱身了, 为什么还要关注纽约的事情, 不过他不敢多嘴过问, 更久至七百八十, 九十不敢耽搁时间, 于是便道, 叶先生稍等, 我这就跟他们沟通一下, 眼下,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 虽然也都憋着一股劲, 想要找到四方宝状, 一跃成为家族继承人, 不过在没有取得明确进展之前, 大家也都不敢怠慢史蒂夫这个原定的继承人选, 于是, 当史蒂夫提出要相关影像资料的时候, 他的四弟一家也没有拒绝, 立刻就让AI整理出了高清图片, 然后打包发给了史蒂夫, 史蒂夫将资料交给叶晨之后, 叶晨很快便从高清摄像机拍摄的人脸照片中, 找到了吴飞燕, 继而也确定了他乘坐的飞机注册号N77DT, 此时在纽约空管的雷达上, N77DT还没有起飞, 叶晨估计吴飞燕还在接受检查, 或者等待检查, 而吴飞燕眼下也确实还在等待检查的过程中,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检查的速度却不见提升, 这让他的心态更加崩溃, 最痛苦的就是这种慢刀子割肉的感觉, 时间每过一秒, 心态都会崩塌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最早从纽约外围前往目标机场附近的赤后已经陆续抵达, 但他们很快给左军都督府传回前方情报国土安全局, 在目标机场投入了大量人手以及武器装备, 甚至从国民警卫队抽调出六架阿帕奇在现场负责警戒, 再加上还有正在扮飞DF35, 其火力配置, 就算整个左军都督府的赤后全派过来, 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 吴飞燕知道, 强功已然是痴人说梦, 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抓紧时间赶过去, 确定四方宝状是否在那架飞机上, 如果在, 自己就用灵器盯紧四方宝状, 带时机合适, 亲自把它弄到手, 于是他便对吴天林说道, 传令下去, 抵达的赤后务必盯紧这个机场, 一旦目标飞机降落, 任何人从这个机场离开都必须记录在案, 绝不允许有任何遗漏, 吴飞燕知道自己不可能在飞机降落前赶出去, 所以便只能用这个办法做一道保险, 如果四方宝状真的在那架飞机上, 而自己到了之后又没发现四方宝状, 那每一个从机场离开的人都值得一查到底, 而他越是着急, 眼前排队检查的队伍效率就越低, 当他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之后, 检查才终于轮到他所乘坐的这架直升机, 在士兵的要求下, 吴飞燕、吴天林以及飞行员全部下机接受搜身检查, 除此之外, 多人携带专业的检测设备, 在直升机上下小心谨慎地检查着, 即便是直升机的邮箱, 他们也不放过, 要用专业的设备探测出内部结构, 看看四方宝状是否藏在其中, 一切检查无误之后, 吴飞燕所乘坐的直升机终于获准起飞, 直升机按照空管的要求爬升到指定高度, 随后便在吴飞燕几乎歇斯底里的催促下, 以急速朝着目标机场所在的方向飞行, 半个小时后, 那架弯流G650的飞行员, 在两架F35近距离扮飞下, 忐忑地完成, 进进, 飞机对准跑道的那一刻, 两人心里都慌得不像样子, 两人都飞了十年以上的民航, 但是被战斗机扮飞还是第一次, 忐忑不安的两人, 堪堪将飞机降落在跑道上, 刚将速度降下来, 两架武装直升机便立即升空, 在飞机上方十米左右的高度, 紧跟着飞机按要求脱离跑道, 此时的国土安全局如临大敌, 飞机飞回来, 他们就不再担心国防机密泄露的问题, 而是担心这架飞机的飞行员会做出极端行为, 不过好在飞行员本身就是无辜的, 他们老老实实地按照要求, 把飞机缓缓停进机库, 引擎刚刚熄火, 便立刻有人用专业的设备锁死了飞机的轮胎, 这种情况下, 就算飞行员想逃, 飞机也不可能靠引擎顺利推出, 随后, 几十名鹤枪实弹的特种兵已经将飞机完全包围, 负责人用无线电对机组人员说道, 我代表国土安全局, 要求机上所有人员立刻到舱门处等候, 舱门打开之后, 所有人必须将双手高举到脑后, 有序排队走下飞机, 否则的话, 我们将采取极端手段, 机组成员哪敢当个, 连忙打开舱门, 一个个双手抱头, 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早就等待多时的特种兵们, 第一时间将他们全部控制起来, 随后由专人上签进行细致的搜身, 而更多的特工则第一时间登上飞机, 开始对飞机进行极其细致的摸牌检查, 由于线报说得比较笼统, 只提到了涉及国防机密, 却没透露究竟是什么物品, 是大是小, 所以负责人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他一边让人立刻开始突审几名机组人员, 一边让手下特工做好准备, 利用专业的检测设备, 在机务人员的帮助下参照飞机的蓝图, 将所有部署于这架飞机出厂配置的东西全部找出来, 这项工作预计至少也要三天才能完成, 当吴飞燕终于赶赴距离机场仅有三公里的既定位置时, 机场内的特工才刚检查了半个驾驶舱, 吴飞燕抵达之后便立刻让吴天林询问赤后, 有没有见到任何人或者交通工具离开这个小型机场, 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这让吴飞燕顿时松了口气, 没人离开机场就证明只要四方宝状在那架飞机上, 就一定还在这家机场内, 于是他将体内过半灵气都释放出来, 灵气蔓延至机场的所有角落, 以此来搜寻与法器有关的动静, 而吴飞燕不知道的是, 他乘坐的直升机刚降落, 夜晨就已经知道了, 于是他立刻发了一条信息通知临网儿, 信息的内容是可以播出了,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三千零五章, 他故意的, 吴飞燕一口气将大量灵气释放出来, 将整个机场全部内入其中, 紧接着他便不由地皱紧眉头, 心中暗存, 为什么除了我自己的灵气之外, 没有半分与灵气有关的存在, 四方宝状是法器, 而且是唐代多位有大神通的修士共同打造, 其中必然有着大量阵法, 以灵气感知, 也必然能够第一时间察觉, 可是, 吴飞燕的灵气所到之处, 处处都如同一片死寂, 就像是火焰掠过焦土地, 完全找不到任何能够点燃的东西, 吴飞燕的心中咯噔一下, 随即他开始更细致地搜寻机场中的每一个人, 想看一看陈志明和钟永博是否在这里, 可是, 一番搜索下来, 吴飞燕也没有发现两人的踪影, 这让他的心情瞬间沉入谷底, 他表情阴沉地说道, 我费尽周折来到这里, 没想到竟然是对方设下的一个局, 一旁的吴天林心下一紧, 连忙问道, 英主, 您何处此言啊? 吴飞燕握紧拳头, 咬着牙道, 我要找的东西不在这里, 陈志明和钟永博也不在这里, 说着, 吴飞燕怒道, 陈志明既然不在这架飞机上, 那他定然是已经死了, 他之所以包下这架飞机, 想来也绝不是他本意, 极有可能是被人胁迫, 或者受人控制, 而对方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干扰我的判断, 让我扑个空。 吴天林听后大惊, 脱口道, 英主, 这莫非是吊虎离山之计? 吴飞燕表情凝重地说道, 是不是吊虎离山, 还要看他们是不是知道我来了美国。 想到这里, 吴飞燕问吴天林, 如果你是那个神秘人, 四大伯爵均死于你手, 破清晦还有谁会让你忌惮? 吴天林道, 回英主, 若属下是神秘人, 四大伯爵也都尽属被我所杀, 那破清晦唯一让我忌惮的, 应该就是英主您了。 说着, 吴天林又道, 至于三大长老, 他们已经闭关百年, 上一次虽然出了关, 但很快就返回了基地, 而且他们的情况, 破清会内鲜有人知, 神秘人未必知道三大长老的存在, 而且属下觉得, 以他的实力, 应该也已经开过倪丸宫了, 三大长老至今距离开倪丸宫, 还差临门一脚, 所以属下认为, 就算他知道三大长老, 也不会心生忌惮, 吴飞燕表情更加难看, 咬牙切齿道, 若他唯一忌惮的就是我, 那说不定, 他早就知道我要来, 所以才故意搞了这么一出。 吴天林恭敬道, 英主, 属下觉得他倒也未必, 真的知道您要来, 让陈志民包这架飞机, 很可能只是为了干扰一下我们的判断, 未必是针对您的行为, 吴飞燕冷冷道, 你要仔细排查一下, 看看我来美国的事情, 到底是哪里走漏了风声, 若是内部有人泄密, 无论是谁, 杀无赦, 吴天林忙道, 英主, 您这次来美国, 知道的应该只有属下和机组成员, 不过属下觉得机组成员应该也不会泄密, 吴飞燕咬牙道, 不管了, 直接把机组成员全部杀掉, 换一批, 吴天林不假思索地说道, 属下遵命, 言罢, 吴天林又问他, 英主, 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吴飞燕冷声道, 回纽约去, 罗斯柴尔德家族把纽约封锁得这么严密, 连我都没办法躲开他们的检查, 如果那个人真的带着我要找的东西离开纽约, 只会更加困难, 说不定他还在纽约躲藏等待机会, 这一次来纽约, 我一定要找到那件宝物, 吴飞燕话刚说完, 一旁的吴天林的手机忽然收到多条推送, 他将手机掏出来, 发现发来推送的, 基本上都是华夏的新闻, 社交以及短视频类的APP, 而标题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他忍不住轻声嘀咕道, 唐代国宝四方保状归国, 这东西来头很大吗? 这么多媒体同时发布消息, 吴飞燕一听这话, 灯石瞪大眼睛, 脱口问道, 你说什么? 四方保状归国, 是, 吴天林将手机递到吴飞燕的面前, 道, 英主您看, 属下一连收到很多条相关推送, 说着, 他忽然意识到什么, 连忙问道, 英主, 您要找的那件宝物, 该不会就是它吧? 吴飞燕大惊失色, 一把将手机抢了过去, 点开其中一条推送之后, 立刻进入头条新闻软件, 而这条新闻推送是一个电视台紧急插播的新闻, 所以点进去就直接开始播放起了视频, 主持人铿锵有力的声音传来, 下面插播一条本台独家消息, 唐代国宝四方保状在海外漂泊近两百年后, 于今晚返回祖国怀抱, 相关专家表示, 四方保状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一件国宝, 曾被清王朝秘密收藏两百余年,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流失至海外, 主持人说到这里, 画面已经切换到了四方保状的特写, 吴飞燕看到那尊大气磅礴的四方保状, 整个人只觉得天旋地转, 早就饱受摧残的心态在这一瞬间彻底崩塌, 他将灵气汇聚手中, 轰的一声便将吴天林的手机直接捏成肌粉, 吴天林被吓了一跳, 正想劝说便见吴飞燕面色铁青的咬牙怒吼道, 他故意的, 他故意的, 真是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啊, 吴天林盲问, 英主, 您说他故意的, 难道这四方保状, 就是那个神秘人送回华夏的, 吴飞燕几乎崩溃, 歇斯底里道, 我飞了近万公里来找四方保状, 这中间还要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折辱, 可没想到, 那个混账早就将四方保状送回了华夏, 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混账东西, 知道我一定会想办法得到四方保状, 还悄悄把他送回华夏, 分明就是故意羞辱于我, 毁我道心, 没想到, 我吴飞燕一世英明, 竟屡次遭他羞辱算计, 实在可恶至极, 我吴飞燕对天发誓, 不将他碎尸万段, 我恃不为人, 说着, 吴飞燕只觉得胸口鸡欲难忍, 一股血火在心头, 轰然炸开, 紧接着, 他只觉得喉咙一阵反胃, 下一秒便扑的一声, 突出一口血雾, 吴飞燕咳嗽两声, 匆忙擦去嘴角血迹, 掏出一颗丹药丢入口中, 随后急忙运转心法, 拼命将自己体内已经乱掉的灵气和经脉稳住, 吴天林第一次见吴飞燕如此生气, 此刻的吴飞燕已经大有一种, 已经癫狂甚至歇斯底里的状态, 由于他连忙说道, 英主, 您莫要动气, 四方宝状回到华夏, 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大可以去华夏把它抢回来, 吴飞燕眼珠冲血通红, 长得好似要从眼眶中突爆出来, 他控制不住, 愤怒地嘶吼道, 那个混账能把四方宝状送回华夏, 就一定将四方宝状的秘密告诉了官方, 如此能影响国运的国职重器, 华夏必将视为国宝, 全力保护, 区区纽约州国民警卫队, 我都招惹不起, 你让我如何去华夏把四方宝状抢回来, 拿命去抢吗?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3006章, 一步凑齐, 得知四方宝状回归华夏的那一刻, 吴飞燕就知道, 自己没机会了, 过去三百多年, 他一直恪守一个宗旨, 那便是自己可以跟任何人为敌, 但绝不能招惹一个国家, 除了少数弹丸之国外, 世界上绝大部分主权国家, 对比破清晦都有自己绝对的优势, 因为哪怕再小的主权国家, 也有自己的国土和领空, 只要有预算, 必然能从东方或者西方阵营的某个大国手里买到战斗机, 如果有领海的话, 还能买到属于自己的军舰, 这两点都是破清晦所无法企及的, 现在的破清晦, 虽然资金实力雄厚, 单兵实力也十分不俗, 但是在重型武器装备, 甚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 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况且, 四方宝状是国之重器, 华夏肯定也不会让他有半点风险, 必然在秘密地点严加守护, 就算是破清晦清朝出动, 也不可能有机会抢过来, 此时此刻, 乌飞燕心里愤恨至极, 这次来纽约, 实在是血亏, 仅剩的一个伯爵死了, 陈志明也死了, 他在全世界安插了数不清的书生, 能像陈志明如此至关重要的, 几乎屈至可数, 这是几十个人十几年时间才堆砌出来的, 如今也灰飞烟灭, 自己在安家的最后一枚棋子也丢掉了, 吴天林眼见他情绪快要压制不住, 便连忙说道, 英主既然是已至此, 属下建议, 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先离开美国返回驻地, 您意下如何? 吴飞燕冷着脸道, 钟永伯和陈志明是在纽约死的, 从建功伯开始, 敌人屡次重创于我们, 这件事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接着他表情阴狠地说道, 还有那个查我直升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我吴飞燕走到哪里, 都没有受过这份气, 这次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说吧, 吴飞燕冷声喝道, 回纽约, 当吴飞燕乘坐直升机, 返航回纽约的时候,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组长, 霍华德·罗斯柴尔德正虚弱地躺在床上, 他的眼带又黑又大, 一看就是又一个整宿眉合眼, 最近霍华德的心态屡次受到重创, 持续地打击在今天凌晨达到高潮, 他是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的手下汉客去追周彼得, 竟然追得陈志民放火自杀, 在得知他竟然是破清晦的人之后, 霍华德内心更是崩溃, 虽说他已经听从安启山的建议, 让人毁掉了现场的证据, 但他心里依旧忐忑不安, 因为他这次得罪的不是普通人, 而是历史悠久且极其神秘的破清晦, 在美国其实从来不却那些历史悠久又阴暗很辣的神秘组织, 但没有一个能与破清晦相提并论, 眼下他也不确定对方会不会查到自己头上, 若是侦查上来, 这件事怕是不会那么轻易了结, 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 他在今天凌晨事发之后, 就联系了国土安全局以及CIA的负责人, 让他们派出最顶尖的特工, 携带最专业的设备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庄园, 来保证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 可是想到破清晦的实力, 他依旧心中惶恐, 甚至打算离开美国, 找个安全的地方暂时避避风头, 就在他坠坠不安的时候, 他的小儿子大卫罗斯柴尔德焦急地敲响房门, 在门外开口道, 父亲有紧急消息, 霍华德听闻是紧急消息, 连忙说道, 进来说话, 大卫推开房门穿过外厅来到卧室, 看着依靠在床头半躺的霍华德, 扼腕道, 父亲, 出大事了, 霍华德紧张地问道, 出什么大事了, 大卫哀叹一声道, 四方宝庄, 回到华下了, 什么, 霍华德只觉得脑瓜子里嗡的一声, 仿佛整个人从云端坠下, 他用了十几秒钟才回过神来, 整个人猛然从床上坐起, 历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大卫见他身体虚弱, 又好像紧张过度, 连忙上前, 扶住他的后背, 这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父亲, 华夏官方的消息, 四方宝状通过秘密渠道, 被捐赠回了华夏, 华夏官方也宣布这件, 流失海外二百年的国宝正式回归, 霍华德, 瞬间脑子一炸, 抓起床上的被子和枕头, 疯狂地丢出老远, 歇斯底里的吼道,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我把纽约围成了一个铁桶, 所有离开纽约的人都必须接受检查, 尤其机场更是重中之重, 为什么四方宝状, 还能从我的眼皮子底下回到华下去, 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说吧, 他用颤抖的手指向大卫怒骂道, 废物, 你们一个个都是彻头彻尾的废物, 大卫紧张地说道, 父亲, 我也是刚刚收到消息, 是华夏那边官方发出的报道, 报道经过翻译, 从美国的网络媒体上发布出来我们才关注到的, 而且报道中, 没有对四方宝状怎么回的华夏有任何描述和解释, 我也不清楚四方宝状到底怎么回去的, 但事实是, 他确实回到华夏了, 霍华德怒不可遏地吼道, 去, 向华夏驻美食馆提出抗议, 告诉他们四方宝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物品, 要求他们必须立刻将其归还, 说着, 霍华德又道, 不要等他们回复了, 立刻把你大哥叫回来, 让他牵头组织一个团队去华夏, 把全美最好的律师都叫上, 到了就找他们提出交涉, 实在不行就告他们,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四方宝状必须给我要回来, 大卫表情十分尴尬地说道, 父亲, 华夏那边公开了四方宝状的相关历史, 而且提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以及八国联军的历史,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四方宝状是当时跟上百万件华夏文物一起, 被西方世界抢回来的, 我们现在要是去找华夏交涉, 让他们把四方宝状还回来, 不仅法理上说不过去, 舆论上也说不过去啊, 舆论, 霍华德愤恨地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他妈舆论说什么, 两百年前不列颠的军队, 就是在维多利亚女王, 喊出那句为了不列颠的利益之后, 才开着军舰到处侵略卖鸦片的, 我们不过是跟着不列颠火枪队的屁股后面, 捡点残羹冷饭, 他都没被审判, 你现在还跟我聊什么舆论, 要是有人抢了不列颠博物馆, 把里面的东西归还原主国, 不列颠也会厚着脸皮, 让他们还回来的, 说着, 霍华德怒气冲冲地质问他, 不列颠国王权杖上那颗钻石, 就是从非洲之星里切出来的, 非洲之星是他妈南非出产的钻石, 爱德华亲事把他要过去, 切成大小不等上百颗, 全他妈香到他们自己家的首饰上去了, 他怎么就这么大的脸, 他怎么就不能把钻石还给人家南非人民, 他们抢了满满一博物馆, 外加满满一王公都没事, 妈的我们的老祖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从华夏抢回来一尊四方宝状, 都在家放了两百年了, 凭什么说回归就回归, 经过我同意了吗? 大卫硬着头皮, 说道, 父亲,当年南非是不列颠的殖民地, 按照当时的国际法理, 殖民地的东西就是宗主国的, 就连殖民地的人民也是归宗主国的, 爱德华七世别说拿了一颗非洲之星, 他当年就算把南非的钻石全拿走, 谁也不能说他犯法, 最多说他的历史不太光彩, 说着, 大卫又道, 可是我们这情况不一样啊, 华夏当年虽然被西方侵略, 但一直都不是殖民地性质, 他们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 我们老祖宗说白了就是抢回来的, 我们要是厚着脸皮去找他们交涉, 我们一来没舆论基础, 二来也没法理支撑啊, 到时候不但东西要不回来, 还得被全世界挂在社交网站上枉死里骂, 那不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吗, 霍华得极了, 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怒骂道, 混账, 你的意思是就这么看着四方宝状回归华夏, 大卫被抽了一耳光, 心里委屈无比, 可是又不敢表现出来, 只能吻声吻气地说道, 那, 那我去通知大哥回来, 说吧, 大卫转身就要出去, 他心里别提多憋屈, 自己就是来通风报信, 顺便说几句客观点的建议, 免得老爷子气急, 宫心干出一笑大方的事, 可谁想到, 老爷子非但不成自己的情, 还抽了自己一耳光, 自己这是图什么, 还不如就顺着他的话来, 他要让大哥去交涉, 那就让大哥去交涉好了, 霍华得一见他, 转身要走, 心里顿时有些忐忑, 连忙又将他叫住, 大卫你等一下, 大卫回过身, 恭敬地问道, 父亲还有什么吩咐, 霍华得道, 联系舆论官和律师团, 让他们结合舆论和法理, 分析一下这件事应该怎么操作, 最合理, 大卫点点头, 立刻掏出手机,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视频会议软件上, 呼叫了舆论和律师团队的两位负责人, 这两人, 一个是顶级新闻人出身, 一个是顶级大律师出身, 都是纽约上流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物, 后来全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收入麾下, 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智囊团成员, 所以他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举一动都非常上心, 早就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搜寻四方宝状的下落, 也知道罗斯柴尔德因为四方宝状, 搞得舆论上非常被动, 而现在他们也都已经收到消息, 知道四方宝状已经回了美国, 当大卫发起视频会议之后, 两人都在第一时间接入进来, 大卫当着霍华尔德的面, 问两人, 二位应该也知道四方宝状已经回归华夏的消息, 不知二位觉得, 现如今我们应该如何维权比较合适, 舆论负责人开口道, 罗斯柴尔德先生, 请恕我直言, 现在的网络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 之前为了找回四方宝状, 对周彼得滥用私刑的事情, 本就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现在四方宝状回国, 如果我们三尖其口, 当做这事和我们没关系, 估计过段时间舆论也就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站出来交涉抗议, 那估计又会再一次把家族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另一个视频对话框内, 律师负责人也开口道, 罗斯柴尔德先生, 我觉得吉姆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之前寻找四方宝状, 但并未将四方宝状的名字公开出去, 很多图像资料也都是负责封锁纽约的自己人内部传阅,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回应, 想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说着,律师又道, 另外, 这件事情从法理上, 我们也不太能站得住脚, 首先这件古董, 是当年西方从华夏抢夺回来的无数珍宝中的一件, 而且这么多年,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把它悄悄藏在家中, 所有的资产公正资料, 资产统计资料里, 都没有出现过这件古董, 换句话说,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件华夏古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 况且, 这东西是周彼得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偷走的, 而且您之前刚对外宣布撤诉, 宣称周彼得并没有偷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东西, 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那之前的偷窃事件, 法理上的逻辑到这里就已经完成自洽了, 可是如果您现在忽然隔空向华夏官方提出交涉, 说那东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偷的珍藏, 那这东西的脉络和逻辑都会出现缺失和相悖, 无论在哪起诉, 我们的诉求也不会得到法庭的支持, 霍华德听到这里, 整个人已经崩溃,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与周彼得和解, 反倒是走了一步臭旗, 正如律师所说, 自己早就承认了一切市场误会, 现在如何隔空去向华夏官方提出, 刚刚回归华夏的四方宝状, 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物品, 如果自己真这么做了, 那整个家族的脸岂不是都要被自己丢尽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三千零七章, 压不住, 实在压不住, 意识到向华夏索要四方宝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霍华德的情绪, 在不知不觉中接连崩溃, 他回想自己, 为了找回四方宝状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遭受的一切损失, 心态已经彻底把持不住, 他的身体站立着, 近乎癫狂的凄厉吼道, 那个该死的周彼得, 他到底是怎么把四方宝状送回华夏的, 我霍华德罗斯柴尔德跟他无冤无仇,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这个混蛋不但偷走了我的东西, 还把我拖入舆论的泥潭, 让我罗斯柴尔德家族蒙受近几十年来最大的舆论危机, 现在不但名声臭了, 四方宝状也彻底回不来了, 还导致我为了找回四方宝状的所有投入都打了水漂, 最可恶的是, 他死了, 还给我埋下了破清晦这么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的炸弹, 我, 我恨啊, 恨不得他活过来, 我再亲手杀他一次, 说到这里, 霍华德只感觉额头的血管忽然爆起, 整个人的血压瞬间升高, 大脑已经有些眩晕, 小儿子大卫还没看出父亲的异常, 听到破清晦的名字, 诧异地问道, 父亲, 你刚才说的破清晦是干什么的? 大卫话刚问出口, 便发现老父亲霍华德的身体, 此时已经开始抽搐, 眼睛瞪得老大, 瞳孔也开始上翻, 眼看父亲抽搐得越来越严重, 身体竟也不受控制地向后方栽倒, 大卫赶紧上前一把将他扶住, 紧张地问道, 父亲, 父亲你怎么了? 霍华德此时抽搐到口吐白沫, 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 身体也如触电一般剧烈颤抖着, 紧接着一股骚臭味道传来, 大卫惊骇不已地发现, 老父亲竟然大小便失禁了, 他意识到情况不妙, 正要大声叫人帮忙, 结果管家和家庭医生已经飞快地赶了过来, 在霍华德的手腕和心口, 有专门的检测设备, 能实时监测他的身体关键指标, 以及心脏的细微变化, 早在霍华德感觉大脑眩晕的时候, 管家和医生就已经收到了警报, 医生冲进来给霍华德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 便十分紧张地说道, 先生大概率是中风了, 要抓紧时间进行急救, 管家, 辛苦你立刻联系医疗部门, 让急救人员立刻赶过来, 也通知急救医生做好准备, 说着, 他连忙从大卫手中接过霍华德, 让他缓缓躺在地上, 身体稍稍倾斜, 然后取出一支注射针剂, 直接打进了霍华德的身体, 罗斯柴德家族的庄园就像是一个小型城市, 他们在这里有着一家完善的医疗机构, 这个医疗机构是和梅奥诊所以及约翰或普金斯医院合作的, 两家顶尖医院合力在罗斯柴德家族的庄园内, 为罗斯柴德家族成员提供整个西方世界最顶级的医疗服务, 有两家顶尖医院的轻力协助, 再加上罗斯柴德家族那无可比拟的超能力, 使得这个仅服务于家族核心成员的家庭诊所, 能够提供西方最顶尖的急诊, 抢救手术甚至放化疗服务, 很快,多名急救医生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他们立刻将中风的霍华德推到抢救室进行紧急治疗, 大卫眼见父亲被送进急救室急救, 赶紧将这个突发事件同步给了家族所有直系成员, 作为长子的史蒂夫罗斯柴德, 此刻正在加拿大眼睛不眨地盯着手机, 几分钟前,他已经收到了关于四方宝状回归华夏的消息, 于是他便一直看着自己的手机, 等着家族成员发来父亲突发疾病的消息, 史蒂夫心里也很清楚, 老爷子年事已高, 最近又屡遭打击, 要是四方宝状回归华夏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 必将给他打来极大的打击, 大病一场都是轻的, 搞不好真能因为情绪激动一命呜呼, 就在这时, 手机忽然弹出推送, 正是罗斯柴德家族内部使用的通讯软件, 史蒂夫欣喜不已, 连忙打开推送, 紧接着便看到了弟弟大卫发在群里的消息, 父亲中风, 请大家尽快赶回家族, 不在纽约的也务必尽快返程, 看到中风这个词, 史蒂夫更是激动的和不拢嘴, 在罗斯柴德家族, 霍华德的健康是头等要事, 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家族的族长, 更因为一旦他的健康出现严重问题, 罗斯柴德家族就要按照规定, 开始进行继承人和现任族长的过渡, 史蒂夫作为法理上的第一继承人, 在这种时候必须第一时间返回家族, 临时代管家族重大事项, 但这也仅仅是代管, 代管多久, 亦或者会不会直接继承族长之位, 就要看现任族长霍华德的身体状况, 如果霍华德身体恢复得比较好, 届时史蒂夫还要把管理权交还给他, 但如果他一蹶不振, 那史蒂夫就将一直代管下去, 直至霍华德死亡, 或者霍华德本人主动让位, 而中风绝对算是非常严重的突发疾病, 如果抢救不及时, 可能会危及生命, 而就算抢救及时, 也会伴随非常多的后遗症, 半身不随, 口歪眼斜, 大小便失禁, 失去语言能力, 都是中风的常见后遗症, 尤其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愈后效果更是极差, 就算不至于像霍卿似的那么严重, 也至少得是个霍卿的六七成, 一想到老父亲, 未来可能说不出话来, 只能哆哆嗦嗦地坐在轮椅上, 用时刻颤抖的手, 艰难操控轮椅的控制感, 史蒂夫就兴奋的难以自持, 老父亲要真是能得霍金六七成功力, 必然要彻底退居二线, 甚至彻底退出家族管理, 专心养病, 而四方宝壮的机会,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背又没人抓住, 自己这个原定的继承人, 必然能够顺利登顶, 于是他兴奋不已地通知飞行员做好起飞准备, 然后连忙去向已经返回海伦娜房间的叶晨汇报这个消息, 此时的海伦娜已经前往国会大厦参加上午订好的会晤, 叶晨一个人在房间, 就等着霍华德突发疾病的新闻, 看到霍华德那笔AK还难压的嘴角, 叶晨就知道肯定是他老子出事了, 于是先一步问他, 史蒂夫, 你这么开心, 是不是你父亲出事了? 史蒂夫下意识地问他, 叶先生, 我, 我看起来很开心吗? 叶晨点点头, 指着他的嘴角, 调侃道, 你的嘴角扬得太高, 一看就知道后座力很强, 压不住了, 史蒂夫连忙用手, 扒拉了两下两侧嘴角, 心中暗存, 不是我不想压, 是实在压不住, 随即他强忍笑意, 一脸虚假悲痛地说道, 叶先生, 我刚收到家族发来的消息, 我父亲他中疯了, 叶晨点点头, 并不觉得惊讶, 霍华德毕竟八十几岁的年纪了, 身体再好能好哪去, 他对四方宝状如此看重, 陆续受这么多这么大的连环刺激, 没直接嘎了都已经算是老当义壮了, 他能以八十四岁高龄硬抗这次的巨大打击,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医疗科技绝对功不可没, 说不定就是平时注射的干细胞在这一刻立功了, 于是叶晨半调侃半认真地说道, 史蒂夫, 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 中风这种病, 使使劲也是能治好的, 我说的治好, 可不是脱离生命危险, 是痊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史蒂夫一脸不信地连连摆手, 向叶晨科普道, 叶先生, 中风就像摔碎了的瓷器, 最好的局面也就是碎得不算彻底, 还能沾回去而已, 这沾回去的瓷器还能凑合, 用用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恢复如初, 叶晨微笑道, 这么说来, 我要提前恭喜史蒂夫先生荣登组长之位了, 史蒂夫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呵呵笑道, 叶先生别这么说, 家父身体出了状况, 我虽然非常心痛, 但也相信他一定能够战胜病魔, 若他恢复得好, 说不定还能继续带领罗斯柴尔德家族攀登更高峰, 叶晨笑道, 这里也没外人, 你跟我还有什么好装的, 如果你父亲真的恢复得很好, 你可能又要等几年, 甚至十几年, 才能继承组长之位了, 而且鬼知道这段时间里, 会不会再出别的变故,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容易触发, 莫非定律, 你越是觉得, 你父亲最后的这些年, 继承人的人选, 千万不能出什么变故, 变故往往越会发生, 史蒂夫一听这话, 方才的激动已经消散大半, 眼前只有叶晨自己, 他也不想再装, 于是长叹一声, 道, 实不相瞒叶先生, 我父亲的具体情况, 我还不太清楚, 据说目前还在急救,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 任何突发病, 都能保证在抢救时效性, 和抢救手段上, 不会出任何意外, 所以我父亲一定会第一时间, 接受到全世界最好的中风急救, 万一他真的没什么大碍, 那我也只能继续耐心等候了, 顿了顿, 他语气颓然地说道, 要是以后真的出现什么变故, 我恐怕也无力改变什么, 只能看命运女神是否眷顾我了, 叶晨微微一笑, 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就对了, 保持好你现在这种颓然失落的心情, 这样等你回到罗斯柴尔德家族, 出现在你父亲病榻前的时候, 你才不会露出马脚, 你要知道, 眼下你父亲突然中风, 你那些弟弟们, 每一个人都肯定是发自肺腑的伤心, 如果你是装的, 很容易就会露出马脚, 万一被你父亲看到, 你那压不下去的嘴角, 他很可能临时把你废除, 史蒂夫瞪大眼睛看着叶晨, 有些感动地说道, 叶先生, 原来您都是在为我着想, 我懂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3008章, 活得久一点, 最实际, 对史蒂夫来说, 眼下的局面可谓是火然开朗, 老爷子备受打击而中风, 恢复得再好, 也必然会有不少后遗症, 更重要的是, 辛吉尔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些都将降低他继续领导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可能, 所以, 自己现在尽可直接继承家族, 退可以继承人身份, 带管家族一切事物, 也算是实权在握, 也正因为如此, 他根本听不出叶晨的话, 是在警告他, 给他打预防针, 他还以为叶晨故意让他不要这么乐观, 是希望他能够再回到纽约之后, 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于是, 他心里对叶晨, 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感动, 虽说这个强制性的合作伙伴, 一直让自己心中不满, 但没想到, 人家竟然还真是为自己好, 这让他心里忽然觉得, 我这要是大权在握, 就立刻把他踢出去, 给他翻脸, 是不是显得我史蒂夫为人不太厚道, 其实他哪里知道, 叶晨根本不是为他着想, 因为叶晨知道, 绝对不能让霍华德罗斯柴尔德这个老狐狸, 就这么些了, 散血救心丹都已经给海伦纳了, 自己还指望靠那颗丹药, 攫取多种好处, 顺便再把史蒂夫继续按在第一继承人的位置上, 于是他站起身来, 拍了拍史蒂夫的肩膀, 微笑道, 史蒂夫带着你儿子, 抓紧时间回去看看吧, 海伦纳本来还想跟你聊聊双方合作, 现在看来暂时也没有机会了, 不过你放心, 你先一步回床前尽孝, 回头让海伦纳亲自去一趟纽约, 一方面代表北欧皇室, 亲自去探望一下老爷子, 另一方面也帮你在老爷子面前争取更多重视, 毕竟他去纽约, 也是因为和你聊的比较投机, 而且女皇亲自过去探望, 你这面子上也更好看一些, 史蒂夫也是老谋身算了, 一下子就听出叶晨话里的意思, 这是要让海伦纳去家族给自己冲冲场面, 毕竟老爷子很想跟北欧皇室搭上点关系, 借一借北欧皇室的皇室出身, 也借一借海伦纳如日中天的民间人气, 一听说叶晨能让海伦纳去纽约, 史蒂夫心里是真的有些感动了, 他不由自主地握着叶晨的手, 认真道,叶先生, 您放心你, 我会永远记得您那句话, 苟富贵, 莫向望, 若我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 叶家必将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叶晨一脸欣慰的点点头, 你有这份心, 就不枉我帮你一场, 史蒂夫殷勤的连连点头称事, 可下一秒, 心里也不免一问, 妈的这件事, 到底是谁帮谁呢? 哎, 算了, 随便谁帮谁吧, 反正他顺利把四方宝状运出去了, 我马上也顺利地接手大权, 大家合作共赢, 也算是个成功的商业合作案例, 于是, 他满脸感激地说道, 叶先生, 感谢您的帮助, 叶晨微微一笑, 加油, 我看好你, 其实叶晨并不怀疑史蒂夫此时此刻的真诚, 但他也知道, 这种真诚, 多多少少有些冲动的成分在里面, 这就像人喝多了酒, 大都会变得比平时更大方, 也更好说话, 喝醉了许给别人的东西, 酒醒了之后就算不反悔, 八成也会后悔, 所以叶晨知道, 他这种口头承诺绝对不能全信, 否则将来被动的就是自己了, 毕竟自己真正能彻底拿捏史蒂夫的, 就是他出卖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 帮忙把四方宝状送出了纽约, 送回了华夏, 但是要靠这个拿捏他, 前提是霍华德这个老狐狸得大权在握, 一旦史蒂夫这个太子登基了, 自己再告诉霍华德这个太上皇, 他孙子曾经大逆不到勾结外敌, 霍华德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 不然亲儿子也不会放过他, 很快, 史蒂夫便带着先一步来加拿大的儿子, 一起乘坐直升机返回纽约去了, 在他会纽约的路上,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急救室内, 霍华德的生命体征也算是稳定下来, 只是稳定归稳定, 但老爷子的神经系统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最严重的是他右侧身体几乎没了神经感应, 除了右手右脚右腿右臂之外, 右侧的面部肌肉舌部肌肉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 出现了目视可见的嘴歪眼斜, 这同时也意味着他说话的发音和口齿也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标准的半身不随, 不过好在, 霍华德的大脑并没受到太大影响, 思维能力依旧正常, 待他恢复意识之后, 脑促重的专家安慰他道, 罗斯柴尔德先生, 您现在的身体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只不过目前发生了一些半身不随的症状, 不过您也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康复医疗体系, 只要您能够积极参加康复训练, 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能够恢复自主活动的能力, 霍华德心情依旧有些过激, 哆哆嗦嗦咬牙切齿地骂道, 混混账, 把我最好的, 最好的律师团队叫, 叫过来, 我, 我要跟华夏打, 打官司, 要, 要回我们的四, 四方, 四方宝状, 医生眼见他血压, 瞬间又直显飙高, 连忙安抚道, 罗斯柴尔德先生, 您现在最忌讳的就是情绪过激, 如果您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的话, 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甚至会危及生命, 我建议您现在务必看开所有之前看不开的事情, 无论您在之前蒙受了多大的损失, 您现在都要在心底时刻告诫自己, 保命要紧, 绝对不能让这损失继续扩大, 尤其是扩大到自己的身体上来, 以您刚才的症状来看, 换作是普通人的话, 救治的时间稍微耽搁几分钟, 有可能人就没了, 说着, 医生又认真道, 罗斯柴尔德先生, 您已经有花不完的钱了, 可唯独没有花不完的寿命啊, 在寿命面前, 其他的什么都是浮云, 华夏有位喜剧演员说得很好, 人生最大的悲哀, 世人死了, 钱没花了, 您自己想象, 是不是这个道理, 霍华德没想到医生说话这么直接, 这么难听, 他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本能的想要生气发飙, 可是紧接着, 他便下意识地琢磨起医生刚才说的那番话, 发脾气很简单, 但以自己现在这种身体状况, 发脾气把自己发死或许更简单, 他享受了一辈子荣华富贵, 自然知道生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宝贵的东西, 四方宝藏虽然关乎着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来的运势和命运, 但是如果自己死了, 就算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全世界, 称霸全宇宙又能怎样, 可是退一步说, 如果自己能活下来, 能活得久一点, 罗斯柴尔德家族就算衰败一点, 又能怎样呢? 就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自己手里衰败九成, 资产从几万甚至十万亿美金的规模, 缩减到几千亿美元的规模, 又如何呢? 自己不还是有花不完的钱吗? 自己不还是有想不完的福吗?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三千零九章, 背后有高人, 医生的话, 让霍华德心里开始重新审视起四方宝状的事情, 诚然, 自己确实为了四方保障损失惨重, 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健康, 可是眼下, 如果还死抓着不放, 客观来看, 只会扩大损失, 绝不可能有任何弥补损失的机会, 所以眼下最合理的, 就是及时止损, 前面所有的投入, 打水漂就打水漂了, 心里一定得认, 得服, 得接受, 只要能守住, 从今日不再扩大损失, 就是目前局面下最好的解决方案, 毕竟是顶尖家族的管理者, 也是深谙投资之道的资本高手, 霍华德意识到事情不可为, 心里便立刻坚定了及时止损的概念, 于是, 他招呼来似儿子大卫, 嘱咐道, 跟所有部门打个招呼, 结束对纽约的所有封锁, 以后四方宝状的事情, 所有人不许再提, 好的父亲, 大卫点点头, 连忙通知下去, 之前依托美国各个部门, 对纽约实施的海陆空全面封锁, 在大卫一通电话之后, 便全部解除, 这也意味着, 罗斯柴尔德家族, 已经彻底放弃四方宝状, 两小时后, 史蒂夫带着儿子罗伊斯, 风尘仆仆地飞回了罗斯柴尔德庄园, 父子俩一下直升机, 便急匆匆地赶赴医疗中心的特护病房, 去探望自己的老爷子, 而此时,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核心成员, 基本上已经全部赶了回来, 其他的也都已经在从世界各地赶回纽约的路上, 他们正守在病房外的客厅里, 一个个或坐在沙发或站在窗口或来回踱步, 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他们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力不同, 负责的领域也不同, 但是眼下, 他们的心情却都是相同的沮丧, 作为史蒂夫的儿子们和孙子们, 他们谁都不希望史蒂夫的身体出现重大变故, 这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孝顺, 只是他们知道, 一旦老爷子身体有恙, 权力必然会落入作为继承人的掌凶手中, 亲爹是皇上时可以高枕无忧, 亲哥是皇上时, 那真是叫都睡不踏实, 就在这时, 史蒂夫带着罗伊斯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众人一见, 这父子二人来了, 一个个连忙凑到跟前, 毕恭毕敬地看着他, 一副就等大哥你来主持大局的模样, 更有甚者如大卫, 直接就上前拉着史蒂夫的手, 哽咽道, 大哥, 你终于来了, 大家都等着, 你来哪主意呢, 你不来, 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主心骨, 其他人心里把大卫骂了个狗血淋头, 妈的大家都想当条摇尾起怜的狗, 凭什么你第一个把舌头伸出去舔上了, 于是, 大家只能赶忙三言两语地附和道, 是啊大哥, 我们都等着, 你来了, 其实, 这些人都误会了大卫, 大卫其实才不是主动要填史蒂夫这个大哥, 他是前段时间学习了孙子兵法, 又研究了一些华夏古代权谋的著作, 故意要趁这个机会捧杀史蒂夫, 先尽全力捧他, 让他飘, 他飘得越高, 就越容易犯错, 老爷子毕竟还没死, 并且大权在手, 这种时候, 如果大哥史蒂夫因为被众人高捧而犯错, 那很可能就会被老爷子打入冷宫, 其实大卫也并不是想争夺继承人的位子, 他只是觉得老爷子继续在位, 对他们这些不是继承人的儿子来说, 就是最好的局面, 比任何一个兄弟继位都要好得多, 史蒂夫眼见这么多弟弟们, 都众星捧月般地围着自己, 心里自然也是格外受用, 过去几十年大家都是兄弟, 彼此一直没有阶级上的差距, 现如今自己终于要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 以后这些人便不再是自己的兄弟, 而是自己的臣子, 不过史蒂夫临来的时候, 刚被叶臣告诫一番, 压不下去的嘴角也压下去了, 浮躁和激动的心也静下来不少, 所以这时候被大家恭维, 他虽然受用, 但却始终眉头紧锁, 一脸的交集与悲怯, 随即他神情痛苦地摇了摇头, 开口道, 你们这帮蠢货一定要记住, 无论任何时候, 父亲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领导者, 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心骨, 更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希望, 所有虚情假意, 恭维史蒂夫的人, 都在这一刻正住了, 所有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哎呦窝操, 此刻的史蒂夫, 已经完全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史蒂夫, 现在的史蒂夫, 城府身的着实有些吓人了, 这种话他都能第一时间说出口, 他还是个人吗? 这时候, 史蒂夫十分焦心地问, 你们谁能告诉我, 父亲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了? 医生团队都是怎么说的, 我能不能进去探望他老人家? 一连几个问题, 史蒂夫问得快速, 大声且情绪激动, 听在其他兄弟们的耳朵里, 就像是一战事的英军士兵, 听到了德军马克沁中机枪, 每分钟, 近千发的疯狂咆哮, 大卫是最慌的, 他是真没想到, 大家一起捧史蒂夫, 史蒂夫竟然完全不吃这一套, 不仅不吃这套, 还他妈忽然来了一招反杀, 他这听马克沁的一番宿舍, 只要被老爷子听到, 那在老爷子看来, 就是自己和其他兄弟们不顾病榻上的老爷子, 反倒是第一时间争先恐后的八戒起了大哥史蒂夫, 这不等于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吗? 就在大卫不知如何应对的时候, 里面特户病房的房门忽然打开, 一位医生走出来开口道, 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先生, 您的父亲想见您, 史蒂夫一听这话, 心里更是激动不已, 暗存, 太好了, 看来我刚才说的话, 老爷子都听见了, 而大卫则是一脸沮丧, 早知道是这个结果, 打死他, 他也不会捧这个大哥, 很快, 史蒂夫便迈不进了病房, 见到了病床上, 那个已经与霍金有几分相似的父亲, 霍华德刚才在病床上, 就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对史蒂夫的表现, 心里是非常满意的, 这个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顶尖家族负责人, 在面对自己选定的继承人时, 都有同样矛盾的复杂心态, 一方面, 确实想在将来把家主之位传给他, 但另一方面, 又不希望他继位得太早, 想能尽量拖到最后, 而且, 还不希望他表现出, 对继承家主之位, 有任何的兴奋和期待, 更不希望他在没有继承家主之位前, 有任何僭越的行为, 如果刚才史蒂夫在外面赶顺着几个弟弟的恭维, 说上哪怕一句随口的客套话, 那霍华德心里必定会怒不可遏, 对他充满愤怒和不满, 不过好在史蒂夫的表现, 超出了他心里的预期, 在他看来, 堪称完美, 史蒂夫有高人背后指点, 所以一进病房, 看到病床上的霍华德时, 表情就格外悲痛, 他眼含热泪, 三两步快速走到病床跟前, 丹西跪地蹲在病床前, 看着父亲, 痛苦地问道, 父亲, 您觉得怎么样了? 我来时担心了一路, 霍华德感动极了,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还不错, 好儿子, 你不用担心, 说吧, 霍华德叹了口气, 感慨道, 医生说, 说我半身不随, 将, 将来, 可能, 可能很难, 很难完全恢复, 史蒂夫一听这话, 心中喜不自生, 面上悲痛欲绝, 他转过身, 看着医生高声志问道, 你有没有办法, 让我父亲恢复如初, 医生连忙解释道, 大少爷, 脑粗重, 这种情况, 在全世界也没有人能恢复如初, 别说先生年纪已经八十多了, 就算是二十岁的足球运动员, 在伤病之后, 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如初的, 史蒂夫高声道,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办法, 一定要尽可能帮助我父亲恢复, 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 离不开他老人家的引领, 霍华德听到他这番话, 心里舒服极了, 就好似寒冬腊月在风雪中顶风行走, 有人往自己怀里塞了个滚烫的热水袋, 于是, 他开口对史蒂夫说道, 史蒂夫, 不, 不要为难, 不要为难医生了, 我, 我这次, 可能, 可能真的要, 要, 史蒂夫听到这里, 不带父亲说出下文, 便赶紧握住他的手, 红卓眼道, 父亲, 您放心, 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我会邀请全世界脑促重专家到纽约来为您会诊, 终有一天, 您能够重新找回往日风采, 霍华德颤抖地微笑着, 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 他叹了口气, 继续道, 我, 我打算, 打算退休了, 史蒂夫, 以后, 以后罗斯柴尔,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未来, 旧, 就全都交, 交给你来负责了, 史蒂夫心中大喜过望, 嘴角刚要控制不住地往上, 紧接着便想到, 叶晨地遵遵教会, 连忙低下头去, 不让霍华德看到自己的表情, 口中悲愤地说道, 父亲, 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能立刻失去您的引领, 您还是先专心养病, 专心康复, 一切等您恢复了再说, 霍华德摇摇头, 我, 我不想让, 让外人看到我现在, 现在的样子, 所以, 你, 你来接我的班, 带领罗斯, 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 继续前进, 说着, 霍华德又道, 我, 我主意已定, 你也, 也不用, 不用再劝我了, 史蒂夫还没演够, 继续说道, 父亲, 那就等您, 康复了再说吧, 这段时间, 我什么都不做了, 留在纽约, 在您身边, 专心陪您做康复训练, 霍华德欣慰地说道, 你, 你能有, 能有这份心, 我, 我很, 很欣慰, 这, 这样吧, 你回去, 回去准备一下, 其他, 其他人可能还, 还在回来的路上, 等, 等明天, 我要开, 开一个家庭会, 会议, 到时候, 我会向, 向所有人, 宣, 宣布我的决定,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3010章, 您真是, 料是如神, 听到老父亲, 艰难地说出这番话来, 史蒂夫已经激动得心脏狂跳, 虽说这两天, 他一直被夜晨摆布, 被夜晨逼着, 出卖父亲和家族, 但是这一刻, 他还是忍不住, 想大吼一声, 夜晨牛逼, 旋即, 他在心中感叹, 夜晨真, 乃神人也, 整件事情的发展方向, 简直就是按照夜晨的剧本, 在发展, 我帮他把四方宝状送回了华夏, 消息一出, 父亲也果然病倒, 并且失去了继续执掌家族的心气, 而其他的几个弟弟和孙辈, 也失去了在这次事件中立功的机会, 而我作为家族长子以及原定的继承人, 也顺理成章地接手家族掌舵者之位, 什么叫完美, 这他妈就是完美, 要是我儿子能有夜晨一半, 我也心满意足了, 史蒂夫心底感叹之鱼, 恋上十分恭敬地对霍华德说道, 父亲, 那您先好好休养, 我去跟医生们好好聊一聊, 商讨一个最好的康复方案, 尽快让您开始康复训练, 霍华德对史蒂夫的表现十分满意, 豪门就是如此残酷, 自己遭受并魔打击的时候, 儿子反而得到异常颇天富贵, 越是这种情况, 当爹的越容易心里有落差, 甚至会对自己的儿子心生怨恨, 但史蒂夫从没进门的时候起, 就表现得无可挑剔, 有良心, 有孝心, 十大体, 之大局, 又看不出他有半点的激动与兴奋, 当儿子的能做到这一步, 当爹的自然倍感欣慰, 而且又恰好在这个敏感的阶段, 于是霍华德轻轻点了点头, 对他说道, 你, 你去吧, 通知所有人, 明, 明天上午时, 十点, 在一号会议室开会, 道, 到时候, 我会向全世界宣, 宣布, 你, 史蒂夫, 罗, 罗斯柴尔德, 将, 将成为, 成为, 罗斯柴尔德家, 家族的新, 新任族长, 史蒂夫恭敬地说道, 一切谨遵父亲安排, 儿子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父亲, 您尽快好起来, 其他一切, 都不重要, 说吧, 史蒂夫也知道, 一段完美的表演, 就是要收放自如, 千万不能眼上瘾了, 而导致用力过度, 于是, 他立刻, 对霍华德说道, 父亲, 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医生, 辛苦你组织一下, 相关专家, 不在这里的, 让他们做好, 线上会议的准备, 我们十分钟后, 开个会, 医生也知道, 眼前的史蒂夫, 从明天起, 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负责人了, 于是他不假思索的, 点头说道, 好的大少爷, 我这就安排, 史蒂夫正要走, 霍华德叫住他, 开口问道, 对, 对了, 你们, 这, 这次去加, 加拿大, 跟北, 北欧女, 女皇海伦娜, 聊, 聊得怎么样, 史蒂夫连忙道, 父亲, 我们已经与海伦娜聊过了, 他对我们的态度, 还是非常友好的, 不像欧洲, 其他皇室那样, 想要我们的钱, 又不想跟我们, 又太过明面上的牵扯, 说着, 史蒂夫又道, 对了, 海伦娜听说您身体抱恙, 还说等处理完, 加拿大的事情之后, 亲自来看望您, 您看是让他来, 还是我找个理由, 婉拒一下, 霍华德叹了口气, 感叹道, 我, 我现在这个, 这个样子, 早晚还, 还是瞒不住, 索, 索性就让他来吧, 我, 我也试一试, 试试能不能, 能不能促成, 他与罗伊斯的联, 联姻, 要, 要是可以, 那, 那就再, 再好不过了, 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 一直都有个皇室梦, 等二战结束之前, 全世界反有主义盛行, 他们虽然能把自己, 和财富保护得很好, 但确实很难, 与欧洲皇室, 有什么深度发展, 所有皇室对他们的态度, 都是, 你要给我们钱花, 好啊好啊, 你要跟我们联姻, 滚啊滚啊, 二战后, 虽然没这么直接了, 但核心思想, 还是一样, 只不过大家温明了, 要钱也不会, 要的那么直接, 拒绝更不会拒绝的, 那么无情, 现如今, 海伦那态度很主动, 甚至还要, 从加拿大过来, 看望自己, 而皇室做事情, 必然有他们的考量, 这就说明, 北欧皇室, 起码是希望,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 更进一步的, 史蒂夫知道自己, 马上就要正式接手家族, 海伦那这时候过来, 肯定也能给自己脸上, 增光天才, 于是便连忙道, 父亲, 那我稍后就去, 跟海伦那女皇联系一下, 看看她的时间, 霍华德点点头, 行, 交, 交给你了, 史蒂夫, 从病房离开之后, 便立刻安排医生, 准备会议室, 而她自己, 则是找了一个, 没人的房间, 将门关上之后, 给叶晨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 叶晨的声音传来, 史蒂夫, 见到你父亲了吧, 见到了见到了, 史蒂夫殷勤地说道, 叶先生, 您可真是, 料是如神, 父亲说, 明天就召集, 所有家族直系成员, 宣布由我接任, 家族组长之位, 叶先生, 这都多亏了您, 叶晨微微笑道, 客气了, 一切还都是, 你自己努力换回来的, 千万别忘了, 你我之前的约定, 狗富贵, 莫向望啊, 史蒂夫, 史蒂夫连忙说道, 叶先生, 您放心, 从今以后, 您对我有任何差遣, 我莫敢不从, 史蒂夫虽然嘴上, 是这么说, 但心里, 也有自己的计较, 只要自己, 在组长之位作文, 就不用害怕, 被叶晨手里的小辫子了, 到时候叶晨只要敢提出, 让自己不满的要求, 自己就直接跟他翻脸, 不过, 眼下正是自己, 即将接手家族的关键时期, 说什么, 也不能搞出差池, 所以自然是要, 满口答应下来, 说完, 他又问叶晨, 对了叶先生, 我还想辛苦您, 帮我问一问, 海伦那女皇, 就说我父亲也很希望, 能够见到她, 看看她什么时间方便, 我提前做好准备, 叶晨笑道, 这种事, 当然是越快越好, 海伦那早些过去, 你父亲那边, 对你的满意度, 肯定更高几分, 史蒂夫笑着说道, 您说的对, 我父亲, 确实很重视这件事, 就有劳叶先生, 您多费心了, 叶晨笑着问他, 对了, 你父亲打算什么时候, 正式宣布由你继任家族组长, 史蒂夫脱口道, 明天上午十点整, 十点钟内部, 正式宣布之后, 父亲应该就会向外界, 公布这个决定了, 到那时, 我便算是彻底稳了, 叶晨恩了一声, 笑着说道, 那行了, 就让海伦那, 明天早上过去吧, 先让他见一见, 你们家老爷子, 然后再让他现场见证, 你继任组长, 也算是给你捧个人场, 史蒂夫高兴不已的说道, 那可真是太好了叶先生, 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叶晨随口道, 你看,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你就告诉老爷子, 海伦那明早九点, 准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 不过海伦那现在身份特殊, 最好还是不要公开过去, 你安排一架直升机, 明天一早来加拿大接他过去, 没问题, 史蒂夫满口答应下来, 激动不已的说道, 明早我亲自乘直升机去接女皇陛下, 说吧, 他又客气的问, 叶先生, 您要不要一同过来, 叶晨笑道, 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等你顺利继位, 我会让人给你送件贺礼过去, 史蒂夫笑着说道, 哎呀, 您太客气了, 如果我顺利继位, 理应我有所表示, 怎么能收您的礼物, 叶晨随口道, 算了, 你我也不用在这客套了, 等你顺利继位, 咱们到时候有的是时间继续客套, 好, 史蒂夫笑呵呵地说, 还是要谢谢您叶先生, 一切都托您的福, 是关了ích是不是? 这件事是游增再来一个这 pon顺利age, 除少地音调后, 我们需要在这上方方面有 simpl SUBIECES, 提高